嗨大家好,我是Ru醬 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就是為什麼日本女生都這麼像 日本人對香味非常敏感 易臭產品更是琳琅滿目 只要藥妝店全部都是除臭的商品 對日本人而言氣味也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日本就像一個無臭社會 散發意味不但會影響自己的形象 甚至有許多日本年輕女性對周圍男性的體味反感到特地造語 叫做Smehara 氣味騷擾 大家可能有聽過Sekhara 就是性騷擾 後面那個Hara是Harasment 氣味騷擾就是SmehruHarasment 大家可能在看日劇的時候 會發現有一些年輕女生對自己的爸爸是這樣說的 我每次在看日劇看到這種片段的時候 都覺得日本的爸爸真的好可憐 那為什麼日本的女生身上都有香香的味道呢? 我遭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在唬爛 但是這不是唬爛喔 這是真的有經過研究調查顯示的 日本的樂天制藥在研究調查顯示 年輕女性在身上真的有甜甜的體香 但是隨著年齡增加這種體香也逐漸的消失 這個研究是對50名10到19歲的女性進行調查 被調查者會在沐浴之後貼身攜帶一塊布料 24小時之後會由工作人員回收 日本透過研究他們貼身帶著布料上面的氣味 發現10到19歲的年輕女性甜甜的體香最為明顯 等到女性到達35歲之後 這種體香就會大幅度的減少 這種年輕女性體香裡面含有桃子還有椰子香味的成分 對10到19歲的女性 日本人洗衣服的時候呢 通常都一定會使用衣乳柔軟劑 那衣服呢就會吸收柔軟劑上面的香味 形成穿在身上的香水 那給大家看光是我們家就有這麼多 這些全部都是文檔買的 因為文檔是香味控 之前的影片有拍過文檔是非常非常在意香味的人 所以這種衣乳柔軟劑 關我們家還沒有用完的就有6個 就是這麼的誇張 那這些柔軟劑呢 機能性也越來越多 它們不只是香味而已 現在可能還會有抗花粉啊 防禁電 除菌各種的效果都有 除此之外呢 還有香水啊 洗髮精都是非常非常強調香味的 文檔甚至在我們家就放了6個除臭劑 看我現在隨手一拿 我就可以拿到它放了這兩個 都是除臭的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還放了很多漱口水 可見 它覺得我有多臭 日本人呢 都會隨身攜帶牙刷跟牙膏啊 以便他們在吃完午餐之後去刷牙 維持口腔的清新 像我自己在上班的時候 也有很多同事中午會避免去吃口味比較重的食物 例如大蒜啊 或者是咖哩等等 就是香氣比較濃厚的料理 我以前打工的時候有一位同事 打工6個小時他總共刷了3次牙 但是呢 刷這麼多次牙真的是對的嗎 我後來有上網查 如果說你刷牙方式不對 或者是你的牙刷是使用硬毛的話 好像很有可能會造成牙齦尾縮 大家也注意一下下 但是日本女生這麼香 我們台灣女生真的就有這麼臭嗎 其實也不是這樣子的 在台灣是有很多氣味強烈的食物 不充施在大街小巷 例如我們走到夜市就有臭豆腐 然後走到便宜商店呢 就有茶葉蛋 有各式各樣的氣味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那這些氣味也是非常濃烈的 所以跟日本的環境比起來 我們台灣人比較難去察覺 我們身上的可能的體香之類的 桃子味、椰子味 那臭豆腐跟茶葉蛋 這些氣味雖然不香 但都是我們的回憶 也是我們切切實實的日常 也是我們最熟悉的保養台灣 所以呢 也不用去跟日本女生做比較 就維持乾淨跟清新就是最好的了 只是約會前還是會噴一下啦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說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鐺接收最新的通知喔 我會再拍其他跟日本有關的主題 那也歡迎大家留言給我 那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登登 instagram的話呢 我的更新比較長 裡面是我的日常啊 還有我跟文當的一些對話什麼的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follow一下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再見 掰掰 謝謝 恭喜 椅子 歡迎